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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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學長 今天要來和大家聊聊磨豆機的好夥伴 吹球 為什麼要聊吹球呢? 因為很多人習慣不好 就罵磨豆機不好 殊不知任何的磨豆機都會有殘粉問題 要真正覺得這個問題 一定要好好使用吹球來輔助 磨豆機磨完豆子以後 藏在機器裡面的咖啡粉 稱之為殘粉 殘粉會按下一次研磨的粉混合在一起 但端看残粉的量看不完後的時間 量越多時間越長 這些粉演化的現象就會越嚴重 會影響到下一次的重組 因此減少殘粉的問題就很重要了 但學長可以很乾脆的告訴各位 幾乎沒有磨豆機是沒有殘粉的 即使有那也不是幾萬塊就可以搞定了 絕對是天獎 而且只能說是殘粉非常少 要完全沒有殘粉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然殘粉是越少越好 但無論殘粉多會少 都會影響咖啡的品質 尤其是家庭沖煮 因為你沖煮的頻率比較低 上一次研磨的粉就影響了程度就更嚴重了 因此我們該做的就是盡量維持良好的沖煮習慣 研磨的時候搭配吹球 吹個幾下 讓粉槽裡面的殘粉被吹下來 就可以處理掉大部分的殘粉 這樣維持咖啡粉的高品質 那磨豆機無論多貴 你的習慣不好也是殘粉很多 雖然是眾多咖啡館的愛基因 動輒10萬的EK 也是不拍不吹它就卡粉 可見使用吹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習慣 這樣可以減少拆磨豆機大清潔的頻率 但過一陣子還是需要大保養的啦 那大部分的磨豆機拆機清潔 網路上都有它的示範 各位可以邊看邊清潔 一般來說都不難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歡拆機器 是一個機器白癡 那你可以購買專用的磨豆機清潔錠 丟進磨豆機一磨就乾淨了 非常方便好用 好了 以上就是學長對磨豆機好夥伴吹球的使用建議 當然要養成良好的充足習慣 不要怪東怪西啦 那只會讓你自己的咖啡風味停滯不且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要請各位訂閱學長的頻道 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會一一回覆喔 謝謝大家 掰掰